心语相手这样的形式还尚未被更多的观众接受,容此比想象的更困难。 本文共计2977次,阅读时间4分钟。 本文为寻找中国创客,ID,Tamika,记者严厉娇。 最近,综艺节目相手有心人,被一对来自上海交打的博士夫妇带火。 我,李鸿燕和郑玉夫妇除了表演一段相声之外,还趁能用理论和公式写相声。 但从节目播出的效果看,观众反应平平。 作为节目导师的郭德格也表示,你那个,行不通,节目中两人言与煎火要为甚浓,引发舆论关注。 其实,李鸿燕还有一个身份是创业者。 一个月前,在央视节目创业英雄会上,这对博士夫妇登台说完相声后,李鸿燕介绍了自己的团队心语相上和理念。 有八位投资人表达了投资意向,最终某机构投资人,以200万元的价格,和李鸿燕达成一项投资。 用理论和公式写相上可行吗? 节目中一场一辆之外的互对,对他的生活和创业之路带来了什么影响? 近日,李鸿燕接受了寻找中国创客、爱帝、Zermaker的采访。 节目表现一发质疑,相声有心人是东方卫视,打造的相声竞技综艺。 按照节目规则,郭德干和张国立作为召唤师,也就是导师,每人有十个晋级名额,由选手选择接受哪方考核。 在第一期节目中,李鸿燕和郑宇最后一个出场,带来了相声好浪漫啊。 节目开头,当二人抛出第一个鸽,咱们俩是唯一一对参赛时还是夫妻的选手时,视频中出现了笑声,直到李鸿燕提到涌动机的鸽,镜头切到选手席时,选手出现不解的表情。 从整场表演的视频来看,能够听到几次间断的笑声,但镜头始终没有切到观众。 表演完以后,郭德刚问到李鸿燕和郑宇一夫上演的公式,李鸿燕解释,为了高效创作出新的段子,他将工程学里的有限元理论类比到相声上。 按照他的理论,观众的效果等于一个效果,质量系数乘以效果定时间,而这个效果系数和时间都有相对应的公式,他已经按照这套理论和公式,创作出了560多段项上。 然而,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导师的认可,最终不与经济,李鸿燕与郭德刚对待相声的不同观点,以及李鸿燕在节目中的言词引发大众争计。 首先是李鸿燕的新语相声与传统相声有着巨大差别,传统相声你说,学,逗,唱问形式,讲究办师与传承。 初学传统相声的表演者,需要熟练掌握基本功,例如大众熟知的经典段子《爆菜名》,就是基本功关口的代表。 但新语相声的表演者,不需要学习这些复杂的基本功。 李鸿燕在节目表示,自己创作的相声是给灵基础的人提供的。 言网友质疑,李鸿燕的新语相声丢掉了传统,是否真能归于相声这种表演形式? 第二个综艺点在于段子本身,无论是传统相声还是新派相声,能够斗乐观众是目的,但在播出的三分二表演中,类似《勇动机》是个伪命期这样的梗。 言网友表示,并不能体会到笑点,新语相声起源于上海交大,也被称为学院相声,与传统相声相比,有自己的垂直受众群。 郭德刚在节目中直接表达了,不是一个行业,李鸿燕也说没抢传统相声的饭碗,从节目呈现的效果看,在这样一来二去的互相调侃中,李鸿燕的态度越来越激动,直接说出我真的很后悔,不应该参加你这组,让气氛变得尴尬和紧张。 互对也成为这期节目争议最大的一点,在东方卫视相声有心人,微博账号的评论下,李鸿燕遭到多名网友批评,有人认为他自知学历高目中无人。 还有人直言他不懂相声,李鸿燕告诉记者,他就网友提出的不礼貌行为道歉,但他依旧坚持在节目中提出的对传统相声的看法,以及对心语相声价值的肯定。 他认为,现场录制与呈现的效果有偏差,这段相声原本有四分半的表演,最后节目时长仅有三分半,观众被逗笑的反应,也没有被剪辑进去。 节目之后,李鸿燕写了两半陈述,希望东方卫视能够将完整节目放出,但节目方回应趁,东方卫视没有网络媒体可以发布视频,即便要发也得等到所有节目播出以后,并且从东方卫视发布,拒绝公式相声说法。 李鸿燕是八五后,和郭德刚一样来自有着校舍纯重基础的天津,但他生活在学术氛围比较浓的环境中,父亲曾是天津大学的老师,妻子郑云是自己的学妹,也是上海交大的博士。 2003年,李鸿燕考入上海交大,尽管本,说,博读,的都是与创作无关的材料工程。 在2015年7月博士毕业后,因为酷爱相声,李鸿燕还是选择了从事这一行,并创立了新语相声俱乐部。 在他看来,艺术应该只有阶级性,他希望新语相声更多的是面向有思考的新青年。 他没有拜师,也不回传统相声所讲究的基本功。 他的相声讲究,按照他自己研究出来的理论创作段子,李鸿燕的小范围走红是从2017年开始,2017年交大跨年晚会上,李鸿燕和郑玉表演了相声十七时代,据了解,这场734秒的演出里,观众一共笑了61次,相当于每12秒就有一次笑声。 李鸿燕也介绍,每段相声演出之后,他们会把演出数据录入数据分析表,表格通过每个段子的机理,类别,数性,双关,元素,以及日期笑的时间,实际笑的时间等,对每个包袱的效果统计和整理,以便在之后的演出中,对段子的效果进行改进。 分析表的使用有些人理论,他们认为,创作不仅依靠经验,还有分析,从分析中,找到相声在观众心里的规律,再根据规律,把段子变得更加好笑。 通俗的讲,观众在听笑声的时候就好比呼吸一样,可以分成一个个阶段,观众听的过程分为认真听和放开笑两种,一般认真听的时间占比35%,放开笑65%是最佳状态。 一个认真听加上一个放开笑,当作一个单元,两个环节的中间,有一个主包袱,主包袱前面的认真听,主要讲究复典,后面的放开笑,则主要讲言是,李洪业将整段向上分成一个个单元,每个单元在按照不同的环节规律去写。 但说起他在节目中讲的向上并没有逗笑观众,他认为有剪辑原因,我们抖了一个小孔丞相的包袱,现场观众笑了13秒,最后都剪没了,李洪业还给记者发来了这段他觉得最好笑的包袱小孔丞相的原稿。 郑玉,那你看天上的月亮,好美啊,李洪业,请紧重现,郑玉,你看月亮表面慢慢射回来的太阳光经过瞳孔小孔丞相在视网膜上的倒影,好美啊,李洪业,你这么说累不累啊,郑玉,换句不累的,我看你好像胖了五十斤啊,李洪业,你管得着吗,郑玉,请紧重现,李洪业,我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李洪业表示,他也担心类似的包袱,会被外界说,城市在抛博士梗,他明确拒绝了公事这一说法,希望在公事,这个本屡屡贴上的标签之外,大家也能够关注到他的理论,类似的创作内容本是新预向上特有的风格,他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愿意思考的人去思考,二百万融资最终并未达成,对于此前二百万的融资一项。 李洪业表示并没有成功,寻找中国创客,爱帝,准备特业联系的相关投资机构。 对方回应着,投资最终确实没有达成,说到融资,李洪业的情绪有些低落,这样的形式,还少为被更多的观众接受,融资比想象的更困难。 这也是他参加节目的原因,他希望能有更多人了解心理向上。 他认为,目前创业项目到核心竞争力,是用公式高产段子,让向上出现在不可能出现的地方,比如为明星和政府活动定制一些段子。 这也是他公司的主要盈利来源。 节目播出后,娱乐压力给李洪业的生活带来了困扰。 在节目播出的十多千内,他接受了三十多家媒体的采访,还有极端的网友以本次名义,加了李洪业的,发了花圈的图片,诅咒他的母亲。 李洪业一气之下,把对方删除了,事后,他才意识到了应该留下来作为证据。 不过,心语向上原本定好的演出没有受到影响。 8月12日,心语冲完暑期专场,来了六百多位观众。 但郭德刚在节目中所说的,判断向上是否成功的因素商店,确实是李洪业面临的实际问题。 中国取一家协会会员,上海大学教授张苏坚认为李洪业开拓了介于向上和话剧之间的一种形式,但同时包括一些问题,比如在表演上。 他说,向上的文化突然和社会突然差距太大,传统向上观众在欣赏向上时,也会欣赏向上的某些技巧,包符合语言的技巧,包括下语场内观众情绪的技巧。 他们离成熟的音乐还有距离。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